看完24小时渔业监控中心懒人包 绝对包你懂 2017年2月台湾成立了24小时渔业监控中心 位于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台北办公区 由16名监控人员24小时轮值 可以监控及掌握渔船位置及作业状态 受理紧急案件通报与应变处理 为什么成立24小时渔业监控中心呢 台湾的远洋作业渔船约1200艘以上 作业海域遍及三大洋 链鱼货量约80万公顿 政府为了因应国际渔业管理趋势 旅行穿机锅管理责任 永续渔业资源 打击非法渔捞行为 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而且远洋渔业条例于2016年制定通过 避免远洋渔船误触远洋渔业条例 面临高额罚还 有效监控渔船于各海域之作业动态 如三大洋公海 他国水域 台北重叠经济海域 台日渔业协议适用水域 以往因人力资源有限 渔船监控作业限于一般上班时段 警采事后监控方式 会能在第一时间组却渔船违法作业 导致欧盟质疑我国监控能力不足 24小时监控优势在 及时性 可追溯性 避免非法渔捞活动 保障渔民人身安全 接着要带大家认识监控中心的渔业整合资讯系统 渔业整合资讯系统 整合了 渔船监控系统 电子渔货回报系统 渔业管理系统 远洋渔业动态管理系统 我国自1996年启用渔船监控系统 透过全球卫星定位 将船尾资料发送至系统资料库 可随时掌握我国籍渔船动态 电子渔货回报系统 透过卫星定位将每日渔货资料 像是渔种 尾数量 重量 体长等资讯 发送至系统资料库 渔业管理系统 可查询作业渔船只 船籍 船员 进出港等资料 远洋动态管理系统 可查询远洋作业许可 渔货转载 泄渔申报等资料 透过以上系统整合可自动交叉比对 渔船基本资料 船尾资讯 历史航机 渔业合作资讯 及时渔货资料 配额资讯 泄渔资料回报 进出港资讯 以往 需一一查询多套独立系统 并以人工交叉比对资料差异 耗费大量时间 监控效率不张 整合后可自动交叉比对资料 异常资料会自动警示 使监控人员迅速掌握渔船异常状况 并确保远洋渔获可追溯性 监控中心由一名主任 两名副主任 一名执行秘书 16名监控人员 分早 中 晚 三班次 全年 全天后轮值 渔业监控中心任务包括 渔船船未回报异常 如VMS断讯 当渔船进入他国经济海域 进行渔捞作业 争议水域渔船作业监控 如台飞重叠经济水域 进入非许可洋区及进入非指定港口 监控进入他国经济水域疑似作业 自106年2月至106年8月 以通知560次 发函26次 监控远洋作业许可渔船断讯 以通知634次 发函144次 成立24小时渔业监控中心 可落实执行远洋渔业条例 确保渔获可追溯性 避免远洋渔业从业人 涉入非法渔捞行为 导我国远洋渔业健康发展及永续经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